或者玉竹一这样的比例来做成药伞 那这个药伞呢 感觉上就不像是天门东 那么样的有好的广告词了 怎么讲天门东有人从唐朝考证到宋朝 对不对 说是果真有效 可是呢 这个青年伞呢 吃的人就比较少 那有人去观察说青年伞吃了之后 有没有人吃到说是 哇70岁了 胡子跟头发都还全黑的 非常炯炯有神 有 但是据说吃到有效的那个人呢 是每天非常精准固定的 子时五时卯时有 十四个时辰各吃一公克 我老天爷 就是我们要睡觉 赖个床就错过重要的时辰了 所以这种仙丹我看 我们也是不配了 所以算了 当然是因为是很低企量就有效的 但是这样子也未免太辛苦了 而他治疗神冬本草经说他治疗中风暴热不能动摇啊 像天门冬治的病也有个豹字 欲竹治的病也有个豹字 我想这个豹字呢多半都是指因为这个人的体质上面来讲本来就是很阴虚很干燥的 所以一旦生了病之后那个病冲起来的感觉都很猛烈 那所以用豹竹啊去滋润这个人的精液啊 来治疗所谓造热的病 那当然你说他的补性啊 是让人感到很舒服的 那你如果 现代的人啊 就说 怎么样搭配啊 就是 当然这已经不是中医的范围了啊 说什么豹竹是胶原蛋白的引进药之类的 就是你如果要用豹竹的话 可以回去拿豹竹啊 炖什么鸡爪啦 什么鸭掌啊 然后加到一起啊 就很能够补到皮肤了 有此一说啊 这已经不是 精方的范围了 那这个 当然古时候啊 这种育竹类的病呢 也比较是治温病比较多了啊 因为一个人如果温病啊 这个人精液比较干燥啊 发热的时候 那能够平补 让人体很容易吸收 而能够补到精液又清凉的药 那还是需要一些的 所以这个育竹所谓润而不治啊 就是柔润 但是不会粘滞 补而不流血 就是虽然能够补 但是不会束住邪气在里面 这个药性还是不错的 所以因虚体质的人 有表证的时候呢 可以同时加玉竹去调整这个药 那么 他说这个叠筋截肉啊 我想连卖菜的太太 都能够端得出来 大概是还蛮好种的东西吧 所以古时候啊 就是如果你脚扭伤了 你可以把这个新鲜的玉竹啊 磨成泥啊 拿来扶扭伤的地方 因为到底是一节一节通的东西嘛 所以你吃了之后 他能够帮你把这个 经络的地方打通啊 这样的药效 基本上是还有 但是也没有说很强啦 说不定生地皇还比玉竹有效啊 只是在这个层次 说它有效 那至于说节肉啊 诸病员后论里面说的节肉啊 是说这个人的这个身体肉里头啊 那个筋还是哪里有结成一坨啊 那一颗一颗的 那这种病呢 玉竹它这种流通的药性 我想多多少少是有帮助的啦 可是我们如果真的遇到这一类的病的话 可能还有很多其他的药物 所以就知道一下 那么在张仲锦的这个 麻黄生麻汤里头 如果你要说玉竹的药性的话 主要就是两润清热为主啦 那如果是 如果是这个 一般家常使用的话 那就是美容药的效果为主啦 要吃要洗都可以 那你说这个药会不会 吃太多有副作用啊 那你就看看自己的舌苔吧 是不是 如果你吃了一个礼拜之后 舌苔用的变得又白又腻 那就是你连玉竹都不配吃啦 是不是啊 从贫慧散开始吃起吧 大概是这样的一个情形啊 跟大家说一下 那么介绍了这几味药之后呢 我们就要回到《伤寒论》的本文来啊 来看这个 很讨厌的条文 不过 要不要让助教先换一下这个 袋子啊